熊猫 火锅 盖碗茶 还有川剧 成都就是有这种魅力 能够让传统与繁华交融 行走在街头下 我们见证了独当的变迷功 神秘的变迷 是川剧中独树一帜的绝技 变迷说变就变 不过瞬息之间 变迷要有内海 要有人物 要有思想 要有灵晦 太阳说得着 香水心变眼神云 受眼神不见刚柔 这是我们川剧的绝合 是由川剧才有 最早使用一种活字脚 可以处理那种操作 通过我们几代人的穿成 后头都是发展成用布料 这次第五人格新春时装 就是以川剧变脸为灵感来源 为此我们探访了川剧变脸大家 被誉为中国变脸王的王道正先生 相随心变脸色彰 苦修苦练 力更高 说老实话 我变了几十年龄的 我都觉得我太差了 因为一无止尽 那么学无就止尽了 时间在前进 我们的思想也要前进 我们的变脸也要向前 如何将川剧变脸传承下去 这个问题也交到了 王道正的弟子蒋静身上 像我们变脸的这种川空级 如果在家里敌门造车 也不去发展它 也不去发扬它 不预示寄进的话 也会慢慢地走向衰落 所以变脸也需要新的媒体去承载它 需要更多的观众来参与 建立并培养 或当下的一些流行的新建造频道 在王老师的建议下 我们参考了经典的川剧角色 紫金挠博的设定 并在此基础上 将传统的祥云花草图案加入其中 我们在披风上 加入了三图共耳文样 增加细幅的整体感 从小丑的出场到游戏内 我们将变脸的元素融入其中 通过变脸来表现小丑的角色变法 除了变脸 我们还将椅子宫 喷火 人影子 耍帽赤 灵子宫 踢慧眼 会部等各种戏剧绝合 融合进了春节版本剧情 与活动玩法中 通过这种方式 将川剧故事 在游戏中讲述出来 这是和第五人格的游戏合作 也是为了将川剧变脸 所以是华家的游戏 让传统的记忆 走进人们的心中 不管年轻人老年人都喜欢 第五人格 小丑变脸王时装的设计 是传统文化与游戏行业的内容共创与联动 川剧变脸的厚实底蕴 为此次时装增加了文化成在 我们也借此契机 将这项悠久的记忆 带入大家的娱乐与生活 时代在变 但文化的精髓 却能历久为新 作为川派民俗文化精神的代表 在坊间街市 在清明显史 在戏台 在游戏里 第五人格希望 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为传统文化注入更多年轻火力 让古老记忆 在传承中 幻发精神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